她现在戴的是一副AI眼镜 这会儿正在假装盲人 等会儿让这副AI眼镜识别人行道的红绿灯 知道她这会假盲人过马路 我们看一下效果 你帮我看看前面人行道上的红绿灯 是红灯还是绿灯 前面人行道的红绿灯是绿灯哦 好 是绿灯 走 我敢说2025年 AI眼镜一定会大爱 凯文凯丽在她的新书5000天后的事件里面有说 前面两个5000天 主角分别是我们熟悉的电脑和手机 她预言接下来的5000天 新的主角是智能眼镜 她的书出版的时候 GP4刚发布 现在多模态 深度推理 还有视觉推理模型都出来了 AI眼镜是时候起飞了 我现在戴的是雷鸟V3 AI拍摄眼镜 只有39克 重量 续航 听声 说话 开眼 AI大脑 妥妥的六边形全能战士 进腿上还有三个全指向的阵列麦克风 集成了AI降噪算法 能够过滤风噪 能够清晰地听到你说话 这些都是小阿科 厉害的是AI能力 因为V3内嵌了通意千问大模型 你可以直接跟它语音对话 甚至是视觉对话 你可以呼唤小雷小雷 或者单指长按右边的 进腿上面这个触控区域 AI助手小雷随时就位 猫咪有第三眼瞼 这个结构可以自动湿润和清洁眼睛 所以他们不需要频繁眨眼 我强烈建议雷鸟以后出一个儿童款 家长给孩子来一副 绝对能满足孩子无尽的提问和好奇心 还有当你看书的时候 有什么想法或者不懂的 可以随时问 为什么一个睡眠循环是90分钟 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人体会经历从浅睡到深睡 带到快速演动睡眠的完整过程 另外他不光说中文 他还能说英语 Do you have any specific places or activities in mind? 所以你跟他英语对话练习口语 这个也是完全OK的 而且你和小雷AI助手的对话记录 都会自动同步到APP端的AI对话窗口里 这一点还是很贴心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 豆包前不久出了一款智能体耳机 在V3面前 智能体耳机似乎显得有点多余了 V3既是眼镜 也是智能体耳机 V3的音质非常清晰 因为在进腿下面 靠近耳朵的地方 有两对具备定位音频和相位消除技术的 开放式扬声器 虽然是开放式的 但你放心 这个就你听得见 站在你边上的人是听不见的 这款V3不光能听 能说 还能看 因为它里面还有视觉大门 小雷小雷 嗨 我在 帮我看看这家店全场打几轴 全场打八五轴 帮我翻译一下这本书的书名 这本书的书名是习惯的力量 这哪里是眼镜 这就是眼镜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AI的响应速度再快一点 这副眼镜完全可以充当电子导航圈 现阶段视觉对话比语音对话的反应时间要长一点 因为AI先要识别画面内容 然后再做出响应 等视觉大模型识别精度更高一点 响应速度更快一点 AI眼镜就是第三只眼 而且是会眼 目前全世界各大厂商都在布局的AI眼镜 主要是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AR VR体验方向 比如说AR的增强现实 还有VR的3D观影 VR游戏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个就是信息增强和辅助方向 比如加个镜片就能实现实时的翻译 还是大模型的语音对话和视觉识别等等 第三个就是社交娱乐方向 像拍照啊 录视频 还有一些媒体控制 都是这个方向 像大家熟悉的雷鸟L3和X2 一直是国内AR眼镜的销量No.1 那我现在带的这个V3 就是把信息增强和社交娱乐整合到一起 除了有很强的AI能力 还有第一视角拍摄 这个你肯定喜欢 这个第一视角机会拍摄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就算只是灯亮的 一般人也注意到很低调 录像或者拍照的时候会亮灯 这个是法规要求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已经干了 效果很好 效果如果我不说 你知道我此刻正在录视频吗 不知道 不知道看不出来 你放在哪边录 你猜 头上也没有啊 衣服上吗 衣服领在这里吧 也没有 你看 也没有啊 哦 在这里面吗 哦 眼镜 看到了啊 亮灯了 对 镜框的右上角 有一个1200万像素的广角摄像头 搭载的是索尼IMX681传感器 和三星META的AI眼镜 用的是同款双感器 右边镜腿的上面是拍摄按钮 按一下就是拍照 长按一秒就是录像 它能拍横版1080P和素版1440P的 30分高清视频 绝对够用 狸子鞋和小令的视频 都是1080P的 V3内嵌了32G的储存空间 扣除系统占用 你可以录制三个小时左右的高清视频 目前单次最长可以录制9分钟 如果你在雷鸟A2眼镜APP端 开启了自动保存 录完的视频可以一键导入到手机相册 我相信啊 就单单录像这个功能 太多人想要拥有它 宝妈想要记录宝宝的成长 戴富眼镜就行了 这个比挂在帽子上的 Insta360 GO3还要方便 有小姐姐拍美食Vlog 拍读书Vlog 拍探店Vlog 都是极其方便 如果你是手艺人 要做自己的视频内容也很方便 理发师理发的时候 炒饭哥在进行炒饭的时候 还有很多工匠师傅 在做手工活的时候 戴富眼镜就搞定了 你要做教程视频也很简单 比如说咖啡师教新人怎么做咖啡 操作 讲解 拍摄 一期合成 我要教朋友怎么用大江的稳定器 那我就边操作 边讲解就行 你看到的 就是观众看到的 元旦那一天我就带着他记录了我跟家人吃饭的场景 室内灯光条件下 画质效果我觉得非常好 这是我大周五对着太阳逆光拍的 明暗关系处理得很好 这是我骑着我的小摩托在夕阳下飞奔的第一视角 这个是我带着V3滑雪的第一视角 我也不怕沾到水 因为它有IbX4等级的防水 所以白天光线充足的条件下 拍摄效果都很棒 晚上光线弱确实有点吃力 噪点会多一点 这个必须得认 毕竟它只是个眼镜嘛 但是狭不掩喻 雷鸟V3在录像方面有三个绝对的右势 快 低调 第一视角 你掏手机肯定没有浮进光速度快 关键是低调 你要是把指示灯遮住 你不说一般没人知道 而且是绝对的第一视角 所见即所得 这个就是V3 看似抬了下眼镜 其实在录视频 想要吗 我是真的爱不失手 我天天在装文化人 只有39克我装一天我也不嫌累 那带一整天 续航会是痛点 如果是满电状态下 只是蓝牙听歌 我把系统音量设到30% 我能从下午3.35不间断的听到6.42 持续了3个小时07分 40分钟充满电能听3个小时 这个续航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是拍视频 满电状态下 只能连续拍20分钟左右 如果你觉得不够 你可以边充电边拍 右边进腿的末端有两个触点 这个就是充电的地方 这个设计很高明 充电线一端是磁吸帽 吸上去 另外一端是一个Type-C接口 连上手机就能充电 这根线长1米2 你可以手机揣裤兜 线从衣服里面走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续航的问题 好了 痛点解决了 然后再说爽点 AI和拍摄功能之外 我觉得最爽的就是 你可以跟无线耳机说白白了 你可以解放双耳了 工作的时候戴耳机 有些领导看到了可能会有想法 但是如果你戴着V3眼镜 谁能想到 它同时还是一个 无线降噪蓝牙耳机呢 这也是最轻松的 无线耳机的配的方式 耳朵永远不会痛 地铁通勤很齐齐 运动健身也很本贴 如果你把耳朵捂住 瞬间就变成沉浸式音响 还支持左右声道的环绕 如果是长头发的女生戴着它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蓝牙耳机有的美理触控 V3眼镜都有 在触控区域 单指双击 就是暂停 再双击 就是播放 连续三击 就是播放下一手 来电话了 单指双击 就是接电话 单指长按 就是拒绝 通话过程中 长按也可以直接挂掉 一切尽在掌握 好了 总结一下 随心配 加随身听 加随手拍 加随时问 等于爱不释手的雷鸟V3 V3的镜片 是可以随便更换的 你可以跟我一样 带裸框 也可以配太阳镜片 或者近视镜片 看你需要 这是我第一次入手 AI眼镜 体验狠狠超出一期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会喜欢 它是帅气眼镜 也是高清相机 还是降噪蓝牙耳机 更是能听能说能看的 AI助理 2025年 我们都是眼镜人 我会继续入手 其他的AI眼镜 进行对比体验 现任时间 下个视频 再见